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柔州警方已经鉴定州内41个车祸黑区 准备在开斋节期间动员432名警力 严密监督这些车祸黑区 此外根据柔州两座陆路关卡的数据 自从马兴边界重开以来 每天约有7万人从新加坡入境柔佛州 当中有一半是驾驶私家车入境 当局预料来临的劳动节和开斋节的廉价 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车辆和人流 从新加坡入境到柔佛州 柔州警方已经鉴定30个交通阻塞黑区 动员超过300名已经冻结假期的交警 在这些黑区展开顺畅行动 确保交通阻塞的情况受到控制 接下来根据大马涉嫌机构统计 2021年涉及该机构赔偿的交通事故 达23894起 其中的525起为死亡事故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两人 在上下班的途中发生交通意外 上述车祸共有3163起发生在柔佛州 占去年总数的13% 而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 所占的交通意外率是最高的 此外去年大马涉嫌机构 在涉及死亡、残疾和受伤的交通事故方面 一共向会员支付7至8亿令吉的赔偿 政府禁止在公路上使用特定的微型交通工具 民众普遍站好 但是希望政府关注残障人士 热临人士以及妇女的需要和便利 做出伸缩性的处理 受访者向本报表示 政府这项宣布是好事 尤其是应该针对文型、脚车等采取行动 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包括罔顾自身安全的文型脚车歧视的安全 不过他们说 部分居住在新村的长者和妇女 他们驾驶轻便摩托车前往巴砂、杂货店等购物 如果政府禁止使用轻便摩托车上路 将对长者和妇女等造成不变 罔佛州残疾人士联谊会主席张志光也表示 残障人士使用的电动轮椅也被列入微型交通工具行列 将影响残障人士的出入 新闻看出后 他们也有一些会员向他提出疑问 目前罔佛州残疾人士联谊会 在300名的会员当中 并没有人使用电动轮椅上班 都是居住使用 而电动轮椅的速度并不会太快 该会也有会员找钱使用电动轮椅 前往住家附近的咖啡店 因此一旦有关当局执法 残障人士若是要使用电动轮椅外出购买东西 也会面对问题 新闻最后来看一则警民合力 在繁忙路段推车的画面 一辆工厂巴士日前在 割打定义繁忙的交通灯路口抛锚 刚好被正在该处执行 防止事故巡逻任务的两名交警遇见 于是上前协助推动厂巴 由于这辆厂巴的体积相当大 现场其他的见状者也二话不说 一起加入推车的队伍 只见众人连同交警在厂巴的尾部 施力推动 最终巴士才得以缓缓的前行 并借着众人的助力 顺利以往安全的地点停放 割打定义警区将这段25秒的视频 上载到脸书专页 也借此提醒开斋节期间 遇返乡的车主 务必事先确保车辆处在良好的状态 以车安全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 观看 请继续留意新周知识